NING,曾路送到穴 outez,您看一下 '双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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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有人讲 所罗门如果打开那一天 赶快就要 今天有打開啊 今天有打開啊 那有沒有下跌 還是沒有 我必須這樣講 股市有些分析師就 明明也沒有這張股票 就愛去解這張股票 又講說只要它一打開就會開始下跌 講這個很好玩 一樣是學技術分析的 我只能說我真的底部的時候 我記得我在週末的時候 我在那個LINE上面也有附那一張那個 上上禮拜二盤中的那個所羅門的圖 你們看到了你們也知道 我覺得股票市場上本來就這樣 我不會去講人家的股票的不好 我只會 認為有些股票還有高點的 我們希望你能夠報老就這樣 你說你硬要說所羅門哪天打開會下 我跟你講沒有一張股票不會下來的 可是每天都去找一些股票下來的才跟你講 這沒有什麼意義在 這真的沒有意義在 那觀眾朋友這個LINE你要加入 我為什麼說你這個LINE今天你拿手機掃描一下 因為我在週末的時候我有一篇報導已經針對於 那個很大那個展覽裡面有幾檔股票要漲的 我已經有在暗示 所以你LINE掃一下好不好 你掃一下你 我不能再多講 我不能再多講 你看今天 今天是不是細光澤好多股票都在漲 CPU在漲 有沒有 都跟那個展覽有關 我待會兒會跟各位做說明 因為古葛教授好像說真的 我們都會率先跟各位講 你說那個機器人 那個機器人 我真的那麼厲害嗎 這黃文勳去拿那個機器人 我不知道但是圖信心告訴我 所以他才會長 所以這個LINE 還沒掃你掃一下 那你真的掃一下 OFC展覽裡面 我在LINE裡面會 你掃描你就知道 我不能再講 你掃描就對了 你還沒掃描趕快掃描 我已經跟各位講了嗎 你還聽不懂 你趕快掃描就對了 專業分析提前預告焦點個股 專業諮詢專屬優惠 你掃描就對了 那一樣我每天也要講一下 如果說你現在在看 兩點半YT的 也麻煩你 我的YT你也掃描一下 你讓我的人數越來越多 會不會更好 當然我每天也會在講 你如果覺得我解的不錯呢 我再來問卷調查一下 每天 有聽到我講所羅門 因此有所羅門的 請你加一 我看看有沒有 抱得住嗎 還是今天打開又走了 有啦 有啦因為有幾位分析師 我不能講名字 說只要打開的時候就會下跌 你們可能會被嚇到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用月K線來看好不好 月K線 今天禮拜一我們輕鬆一點 你有很多 你星期五都看過 真的用月K線看過 不要真的 會比較清楚一點 月K線 我怕你還看不清楚 這個夠清楚了吧 其實你去看我的Line 上面還有住名 我當時講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講到機器人那幾個字 那個標題上面有 那 明天我們把那一張圖給各位看一下 上面有寫機器人的 1月12號那一天 我的團隊很用心 我記得你們在那上面有附那一張 我明天就換那一張圖給大家看一下 上面有寫到機器人那幾個字 1月12號那一天 因為我假日的時候有看到 就是我1月12號那一 在講所羅門的時候 底下 在東森的BA上面有寫到機器人 那張圖更棒 因為你們有時候看他圖沒寫什麼 這圖沒什麼 這圖沒什麼 可是你底下如果那個BA上面有看到機器人 你就說我真的厲害 好 所以Steven、Grace 你們有聽到了 明天我們把那個BA上面有機器人那一張 把它放上去 這個也不知道怎麼解的 這個解的也 這樣 等一下 嗯 好不好 就這樣 我重點是擺在這裡的 OFC 2024真的很重要 我們上禮拜五 我才剛剛預告而已 今天 细光子概念股要好几档都拉上来 你说我用不用工 你们自己看一看 今天盘中连鸿海都说跟联发科要做细光子 要合作细光子 细光子就是跟OFC有关的 你说我用不用工 我领先市场 在上礼拜五 我就邀请各位要共襄盛举 真的真的 你看一看 OFC是全球最大规模的光通讯展 细光子 顾名思义细光子 绝对跟它有关 我已经在上礼拜五 已经邀请各位来了 我也讲到下一代的 创新推出全球市场的 就在里面这些精英里面 就这一档 OFC的大黑 就慢慢看下去 到时候过着高点的时候 你不要说我没讲 所以你有些人LINE还没扫的 你赶快扫 真的 我LINE里面都有留下线索 真的 你们赶快扫描一下 你还没有扫描我LINE的 你今天扫描 我再放一次 我再把那一天的内容 我再放一次给各位 因为我怕说你们还没加入 我怕没有看清楚 这Steven我们等一下 再把上礼拜那一篇 放上去给他们看一次 今天有加入的这个LINE的 我们再给你看一次 还有我也把所罗门 我在盘中有写到机器的那个 我再放一次给各位看 这样可以吧 我让你们了解一下 什么叫真正的实力 那当然红海不用讲 117块5毛这样一路上来 我都是看底部形态的红海 很多人说红海不能买 不能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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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月K线看能不买吗 唉 我说实话 一样技术分析 我的技术分析是 希望每个人都能赚钱 你如果套在高档 你因为有收看我节目 有时候你忍耐一下 其实柳暗花明又一春 我不会说因为股票上来了 就去找别人上涨的个股掉下来去恐吓你 我不做这一种事情 我如果做这一种事情 我会员会收很多 每个派别不一样 但是我就觉得我不喜欢这样子做 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就是跟你讲底部的股票 我也不会跟你讲这个缺口一定要补 不要追了 我不做这种事 反正这有什么 我们都是学技术分析的 你明明看到所有均线下上 站在所有均线之上干嘛要卖 我就是我觉得做人这个最最基本 就比如说你问我台积电我的看法 到底有什么问题 台积电有什么问题 他站上所有均线之上有什么问题 谁说台积电这个缺口要补 谁说这个要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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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都要补的话 你现在已经去补身体了 我跟你讲真的嘛 对不对 你股票上 我们是跟各位讲真心话的 你希望你听得进去 要听得进去 我这个台积电我又进 最快速度就跳过去了 我三百多块也讲了 五百多块我也讲了 你觉得我台积电的看法 我就是我反而问各位嘛 我该讲的我都讲了 我也是鼓励各位 如果你有的 人家也填膝给你看了 你愿不愿意抱在你 但是对我而言我觉得 股票市场上本来就这样 没有的人是多么期待他下来 你说如果说我有一些新加入的 我就这样跟你 我就跟你明讲 台积电红卡有下来我一定买 我不会说你看吧 你看朱建一根长黑下来 我不做这种事 明明就是多头的股票嘛 你怕红基也是啊 红基我觉得真的蛮委屈的 他当然他比较慢一点 但是你如果说从大格局来看的话 我觉得红基没什么问题 只是我真的搞不懂 这个外资基本上越来越多的借券卖出 已经到二十万张了 好夸张 那么夸张 我觉得投信有点辛苦 真的 以红基来讲投信有点辛苦 真的有点辛苦 投信买很多 我就跟你讲 我遇到股票 你比如说我这个是季线往上的 KT股票在低档 我就会觉得OK 不可能说在这边结束 你看看投信 投信真的很辛苦 买那么多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也要帮国内的投信讲些 你看反而外资我觉得 何必呢 真的有那么糟糕吗 我觉得没有啊 外资卖很多 有些人说技嘉 技嘉我觉得也OK 你如果说你技嘉回这个季线就该买了 反而技嘉投信外资都在卖 我今天早上也讲 你如果说认同技嘉 因为技嘉我九十几块我就讲过了 你如果认为技嘉回这个季线可以买 那为什么 他回这个季线不能买 而且这投信还有买的 各位你要了解 我觉得技术分析就是一字化 不要遇到股票就转换 反而觉得那底打得那么漂亮 我会证明给你看这种打底的股票不会太差 你要给我时间 因为你看所罗门抓到了 所罗门就啪啪啪啪啪上去 那他比较慢 但是你要晓得投信也买了一堆 而且有时候我会觉得 心里总是觉得 外资你可不可以来看一下宏基现在在做什么 宏基基本上来讲的话 它也有推出AI的伺服器 而且这个效能 基本上是比第四代的效能提升了21% 然后每瓦的效能是提升36% 而且这个R380F6已经通过了NVIDIA 严格的测试标准取得的认证 NVIDIA本来就在AI领域里面是 现在是大家都说No.1的 那宏基今天可以有这种AI伺服器 部署了四张NVIDIA L40SGPU的GPU卡的 那也得到NVIDIA认证的你会觉得它会插到哪里去 而且本身它的AI PC也推出来 我就觉得不要认为每一次都觉得外国的月亮比较好 我最近看到黄文勋到处都在讲说 谢谢台湾让整个NVIDIA上来 他一直在谢谢台湾 说那么多伙伴让NVIDIA这样上来 他抱着感恩的心 那我们我今天也要跟外资在讲 你们可不可以好好看我这一篇文章人家写的 其实宏基是很棒的一家公司 很棒的一家公司 而且二月是双征的 你卖就算了 你看那借券卖出高达20.38万张 我觉得 为什么大盘我觉得说 不大会下来 我再给你看一样东西 我就觉得 何必呢 我怕我等一下时间又不够 借券余额 你看借券余额一直那么高 借券余额那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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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投信不错啦 我觉得投信 投信也都有在买 所以你说 你说这个借券那么高的宏基 投信再加把镜 二十万张 有时候觉得 你们到时候看 我反正我都摊在阳光下 你看这种底部的股票 当你空不下去的时候 你空不下去的时候 你看它会怎么样 皮球会怎么弹起来 没关系 好我再讲一些通路的股票 因为通路的股票也都是这样 我为什么说底部的股票 你要特别的 你看通路股票这档股票 底打完就开始往上走 叫文业 这档叫至上 也是底打完又涨 因为文业我们之前有说过 我就最近一直在看这档股票叫威健 我觉得它没有涨到 就连 因为我来不及画图 你看这档红翼股也是做 也是做这个 也是爱西通路股 你看一下 你是不是也是打完底部以后这样上档 有没有 这样各位在看 导播看得懂吗 一个底 所以我说你如果问我通路股 没有涨到的 这些都打完底又上来了 这样会不会看 你说看不懂 你看我节目如果说连底都看不得懂 我会很辛苦 我就知道所有东西去 怎么去我就不知道 土老师就 我以前晚宫在那里就去 这也是晚行底 这也是晚行底 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我觉得 股票上来上 你问我说有没有底部的股票 我就说我有找到的 问题是 你们怎么看 对不对 这个底打的日线上也不错 那个底打的那么漂亮 日线上也是不错 两根红棒 索一根 很漂亮 投信也有买 所以你有时候问我做股票怎么做 我访问各位你们怎么做 底部的股票你要不要 你如果觉得你要底部的股票 那大家好谈 对不对 我觉得 股票上本来就这样 做股票没有很难的 你只要掌握到 未来的一个时势 一个方向在哪里 我们就往那个方向去走 包含 还有没有有一些股票 我觉得 还有些股票 对对对 这张股票我也要提一下 这张股票也是蛮辛苦 也是借券卖出很高 也是蛮辛苦的 叫光宝科 抵达那么漂亮 投信一直在买 投信一直在买 抵达那么样 那借券也是一路高升 我再跟你讲 我在跟你讲 你要特别注意这种个股 还有一个现象 除了投信有在买以外 其实以光宝科来看 你看他立岳K线 有够水的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有几个人看得到 我是看了都流口水 你自己看一看 这个上去以后又拉回来回测完的股票 最漂亮 就这种现行最美 而且他这个量已经先出来了 理论上来讲的话 量是价的先行指标 我这里的量已经是最大量的 我理论上就要过这高点才对 我现在讲你们一定不相信 你给我时间 我觉得这个股票 你问我怎么做 我千篇一律 你们收看超越天风 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在看 可以上次看 对 你们都是高手 因为看我节目要有一点点的技术分析的底子 那我再跟你讲基本面的话 你比较听得懂 我为什么从节目的一开播以来 我就一直跟各位强调这张图表 你们回去以后你会心有气息 我为什么一直跟各位讲要越K线越K线 因为日线上它的震荡 一定会让你的心情会受不了 可是越K线就不会 我不知道各位 我问各位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我们就用所罗门来当例子 这叫做越K线 你知道吗 我如果把所罗门我还原越K线给各位看 我不知道变魔术 二三五九对不对 我还原给你看 你觉得它有长很多吗 就这一个红K棒 你会觉得这好多吗 没有吧 可是你看日线不得了了 每天跳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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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到你头都晕了 观众朋友们 股票上市场上最难能可畏就是 你会不会看底部形态 我一直在倡导这种底型底型 其实不是一两年 为什么 尤其是在去年跟今年 我每次跟各位讲 拉回来你都要买的最主要原因 因为加权指数 也是一样这样在走 我画一次给各位看 你看越K线 是不是都是这样在走 而且是走得分毫不差 他过了以后有没有来回撤 观众朋友有没有来回撤过一次 有啊 回撤当时一亮说完以后 啪啪啪有没有过前高 那你如果去学葛兰璧的八大法则 或者是艾略特的波浪理论 是不是一二三四五 每个第二第四波 葛兰璧八大法则的回撤波 是不是亮会说是 亮说完会不会过前高会 这就是答案 那你再回过头来看一下 这里底 你会不会觉得 哇台湾原来打了那么久的一个 那么大的大底 他当然要往上走 我再给你看一样东西 这个我引以为要的趋势指标 完全没有任何败向 你们看有没有吓一跳 完全没有败向 一般传统的指标 一般传统的指标 在这里就会有遇到一些盲点 到底要买又会卖嘛 对不对 我们讲KD来讲 我这里下来又勾上去怎么办 但是你看看涂老师的趋势指标 跟我有缘的人都知道怎么操作 他完全没有败向 你干嘛要卖 所以为什么每次下来 尤其是越更下来 我都老神在在 我用了二十几年的东西方法 它就是准 所以观众朋友们 你如果做不好 我也讲那么多了 因为我刚刚是周末 接到很多投资朋友 一直问我一些问题 我说可不可以长报 红海怎么做 还有的问蛮多问题 可不可以加码 我有好多我怎么做 我说你不会做的 你就来找我 你说要刚认识我的 你最起码扫描一下Lite Act 我都跟你讲说 我现在把所有重点 我都放在哪里 我都放在这里 OFC 2024 因为我怕有些人还没扫描到我Lite Act 你今天要扫描 我会请我的助理再把 再把它放一次 你们自己去找找看是哪一档 你也不用找 你也不用找 直接来找我也OK 你又不觉得很 我上礼拜五讲OFC这个大会展开 今天所有CPU光通讯 细光子概念股都在涨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那谁是一个领导者 谁是一个Leader 你已经分得很清楚了 我就想说 好好把握 在月底这几天 我告诉你 他是有分 以美国时间来讲 3月24号到28号是研讨会 26号到28号是博览会 你看我记得多清楚 在加州的圣地牙哥举行 是没时间 不然我也想去看一看 因为有些新的知识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多吸收一些 所以观众朋友们 我该讲的我都讲了 我就是跟各位讲 你就是这个礼拜 把Focus集中在OFC里面 有很多不错的股票 那我也说过 我可以在Lead里面 我再放一次 我等一下一下节目 我就会跟我团队讲 再放一次 听清楚哦 你如果上礼拜 你没有看清楚了 我今天我再放一次 你还没有加入我Lead的 你赶快加入 这个这是一个机会嘛 会不会有类似 所罗门这种的奇迹 你们看 你们就看嘛 好不好 反正我自己是非常有信心 我觉得 股票市场上就是这样 你之所以股票会涨 还是千篇一律 我常常在讲的 当以前没有 现在有 未来会更多 这股票就一定会涨 你再听清楚一下 股票真正会涨的原动力 在于以前没有的 现在开始有了 未来会更多 它就会涨 那技术分析有一个好处 图形会先告诉你 你要进去卡位 那在技术分析的学派里面 尤其是以形态学底部 去买股票 你就来找我就对了 25231988 是你最好的选择 加入Line 我们也会有专人 跟你做最棒的咨询与服务 预祝各位明天操作顺利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